各位高中 四号位的强攻 再给到必销 篮回 还是给四号位调球 哇 这下还是 打得还是非常合理的 面对天天队非常强的篮王 也是在主动的去想一些办法 采取一些变化 不理逍遥的这次带了一条发 是压在了底线 连续两个遗传啊 这个情况其实在天天队队身上还并不多见 而且两次遗传都是直接落地 把球的性能非常不错 遗传不好 遗传不太理想 垫条到往前 这个球其实有点扎 输赢对双方来说 其实对后面的比赛的心态都非常重要 我们看 最后还是 请求了一个挑战 布置了一下回到场合之后 这一次进攻 重要的比分之下 还是交给了外援布里西奥 25比23 上一队在主场 是先下一队 我们稍事休息 稍后再 平打后面不理 西奥防守有保护 这个球是反击装王 有点上网 女传到位 后宫 又是受阻 现在天津队这边也是遇到了一些困难啊 王维一这个球的取位啊 非常地出色 防吊跟上 反击 选择一个吊球 这个位置是看到 非常明显 这个是完全看到了 拼子队的这个防守的阵型 因为两边都是在下撤 弦线和直线 两边都是活跟下撤 一传到位 这一阵子 双方的一传稳定性 被蓝保护起来 二会 处理一板 确实打得非常地坚决 拐了一个直线0 赢了一个防守 呃 百分局不好打啊 这个是确实是 有存在这样的问题 尤其是呢 对面的对手 又是天津队这样的强队 这个球是 反击开网的调攻 不理效打到了腰线 这一球造成了打手 一传不好调整强攻 但是这一球 两边都是调整强攻 攻守 两边的主攻感觉在打强攻突破的 尤其是 有效这个下撤防守的 斜线的防守的取位 真的是 非常的不错 下撤的防守的速度很快 预传不好 没办法组织战术 只能4号位打强攻 平队又防起 但是这个球 变预传半刀位 还是给到4号位 华为依依这个预判的取位 又是一次帮助队伍 打了一击漂亮的防守反击 王口的争夺 后排保护起来 哇 这个一份球 这场三胜制的决赛中 在主场是先拿下了 首回合的比赛 那接下来的两场比赛 分别将在 进行 那接下来两场比赛 都将会在 天津队的主场去进行 那也是 欢迎各位啊 通过密封视频 继续关注 本季节排场练赛